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战鼓敲响 众多阵营和政党加上许多独立人士 看得大家眼花缭乱 究竟隔阵南中国海的东西马 在政治文化上有何差异 来听莫迪卡民调中心研究经理陈成杰的分析 其实很多马来西亚人对东马的政治会有很多的偏见 那我是觉得因为始终是我们的整个历史社会背景不同 所以他们那边政治文化跟司马人很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谈到沙巴烧越都有不同的政治文化 如果这一谈是周旋烧越的话 基本上它会有一股很强的所谓的本土的情谊节 但这本土的情谊节能不能 就是所谓这个投票的取向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当然整个社会背景不同 这个族群分布不同 这些都很不一样 然后另外一东西就要谈的烧越 就是沙巴烧越其实大多数的族群是达雅族 但是它都是很多是在郊区 而且很多时候达雅人在这个80年代的这个民国过后呢 基本上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比较疏离的感觉 所以会发现很多 其实很多达雅人的年轻人都没有注册成为选民 所以以后就是2022年过后呢 就所谓的自动选民的机构可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当然回来城市选区以及沙巴烧越的城市选区主要集中在4个城市嘛 武镜啊 斯吾 美里跟明都鲁 当然市里街也算是一个半城乡的地方 所以这主要就是华人比较 华人 华裔选民比较多的地方 其他呢就是在这个海岸边呢 很多时候就是以马来人跟马来纳为主的这样的选区 当然因为选区划分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就是 虽然马来马来纳是大概人口的20% 但是他占的那个益息可能会超过 就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回来 我们很多人有提到所谓的这个 交区的这个所谓的mining politics 金钱政治啊 或者是patronics politics 恩惠政治基本上在这个所谓的交区还是蛮盛行的哦 当然如果我们不撇开一些政治 一些道德判断的话 基本上这些金钱政治或者是恩惠政治呢 在这些交区其实有他的这个生存的那个空间 因为他们生活的条件真的太糟糕了哦 你很多时候要依赖所谓执政党的资源 来进行的一些小小的这个project 建桥啊学校啊等等都好 这些都是他们面对迫切生活上需要的东西 当然很多人会说他们不省觉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就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 来脱离这个恩惠政治啊 当然每一个交区有不同的东西 啊稍微很大 有不同的那个这个河流的流域 有Origan River 有Baran River的流域 每个流域呢 就有不同的那个基督教教会的那个范围 都每个教会都背后都有不同的这个这个文化影响哦 所以变成有这样 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同的地区有不同 对所谓的对政党政治或执政人的职员那种依赖程度的不同